然後再伸進去 然後那個鼻呢 那不會流鼻血的嗎? 你感覺到它是去到你這些位置 好像很幼的WIRE一樣 但它的頭就是一個棉花的頭 好想吐 那你現在分享一下 你前幾天由香港入境韓國的時候的過程 我去到香港機場 門口那裡 它是不讓任何人送你機 首先 但這個是由去年已經開始的 去年機場有一次大聚會之後 然後就開始不讓人送機 那我展示我的護照 進去之後 機場是刺的 都真的沒什麼鬼 譬如我搭韓亞 韓亞就是平時一辣 有很多人幫你check-in 它只剩兩個人在做check-in 我check-in的時間 只有10個人在那裡 我去到櫃桌的時候 都是好像平時那樣的 寄行李 但是有一張東西 它有一個agreement 它要你簽的 你ok你來到要隔離的一個document 那你要先簽了 但是其實那個document 它是我agre我去隔離營 那我一開始就問他 我說那我自己有租屋 我也是要ok我去隔離營 然後他就說 這個是韓國那邊安排 那所以呢 你是現在要agre先的 然後跟他說 你是有租屋 那邊就會安排你 那我去到登機集合的時候 沒什麼人了 整個機器我想都30多人 那我上去就拿消毒噴噴噴噴 不停噴這些座位 然後戴口罩 我都不敢吃飛機餐 那空姐們他們是不是 都是戴口罩 有沒有戴手套 都是戴口罩 還有他們有戴眼鏡 就是safety goggles 比起平時不同的地方 就是他會給你四張東西 平時我們入境 如果旅遊簽有兩張 一個就是申報你有沒有戴肉類 帶多幾次 然後另外有一張就是 入境用的 你這幾天留幾天啊 住哪裡啊 那另外那兩張呢 要你填一大堆資料 是你過去14天 入境韓國前你去過哪個地方啊 另外有一張呢 都類似是叫你填一些 你最近有沒有發燒 感冒咳那些 這樣的症狀 那我就在飛機填完之後 下去分次序地交給相關的人士 他那個入境程序 是相當之複雜 我記得我班機是5點半就到的了 搞到8點半我才可以搭到的士 一開始呢 就個個都是排同一條隊去入境的 但是他去到某一個部分呢 他就會分開兩個分差 這邊是韓國人 那邊是外國人 現在是不是韓國人都不可以自動入境啊 不可以啊 全部都是要櫃桌 韓國人那條隊呢 我想是外國人的 至少五六倍那樣 好長龍 但他們排隊的時候呢 有沒有隔一隔開少少 還是還是站到密摩 因為韓國人是很喜歡 黏到好近的 這樣站啊 我覺得不算梳的 平時排隊那個間距 那樣 遇到要排隊的部分呢 我總是 前後都會被韓國人夾住的 不知道為什麼 他的手一定會碰到我背部 到我的時候我想我已經排了一個小時 但問題是我是外國人 而且因為他逐個逐個探熱 逐個逐個問你入境韓國做什麼 他真的一對一跟你溝通 所以我都明白為什麼會這麼久 首先我先交了那張量體溫 有沒有發燒級那張紙給他 第二個步驟就是單一個隔離的APP 一開始是沒有懂得說外語的人會幫你的 一開始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什麼國人 他都是跟你說韓文 之後他就會指示你去哪裡 那我就去了那個位置 然後我就去下載那個APP 那個APP是一個自我隔離的APP 它是可以檢查到你 不論你的隔離所也好 還是你的家也好 不就是留在那個地方沒有出去 他首先就要你進入你的個人資料 名字、地址、電話號碼 還有他擔保人的聯絡電話 那現在擔保人有什麼特別呢 就是到時候有個人就會打電話給我的電話 看我的電話是不是真的響 他就知道這個人是有韓國電話號碼 OK的 他又會再打給你那個朋友 你是不是認識這個人 你知道你的朋友的地址在哪裡 那個人要答得出我的地址 肯定這個人是真的在這裡有居所的 這樣才可以 會問你有沒有屋契 因為我通常見到另外一個台灣人 他當時沒有那個家 然後我又八卦 我就問他做什麼呢 然後他就說 他就是剛剛來韓國 他本身就托他一個朋友 幫他租了一個one room 但他現在手上就沒有一個家 而他的朋友 又沒有寫一個soft copy的家 給他 就是告訴他地址在哪裡 叫他我幫你租了一天 你去那裡就OK 這樣 負責人員就叫他 你要叫你朋友 起碼有一個soft copy的家 給他給我看 我才可以證明到你是真的有租屋 然後我在香港打電話去 接警部門問他有什麼 相關資料我要準備 他們說是不知道的 他說我也不清楚 其實會不會很隨便的問呢 因為 比如看韓工社那些 也都沒有人說說一定要租屋契 我又不知道會不會隨便的問 但他又問我 還有問那個台灣人 但如果是房契 譬如可能不是寫自己的名字 那證明不到是他租 這個可能又會構成一個問題 那我就不知道 但是 他很擔心 說實話他很不想去隔離營 所以他才 他朋友幫他租 他怕去了隔離營 會再被人傳染 不知道隔離營是怎樣的 上網也沒有什麼人說過隔離營 他找不到資料 有個人去過隔離營 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因為其實我本身的房契 是在韓國這裡 我沒有拍下軟剪輯 我是馬上卡卡我的老闆 叫他馬上傳給我 好聰明啊你 然後ok了之後 他又叫你去排第三條隊 第三條隊 那條隊又是關於個人資料 住在哪裏 他又一回答資料 關於你隔離期間你要做什麼 主要的項目只有三個 第一個就是 早上10-11點 還有晚上8-9點 都要在那個APP 去量你的體穩 以及報你自己的身體狀況 這兩段period的中間 就是你一個下午時間 要打給一個人 說我今天沒有任何症狀 是要用韓文的 是啊 如果不懂韓文又是拜拜 就是不知道怎麼辦 蛤 其實我就不知道會不會 是因為我從頭到尾都跟那些人說韓文 所以那些人都知道我懂韓文 所以跟我說韓文 第四個步驟就是 真的是我們平時給他日景的部分 那之後就可以出去拿行李 平時我們不是有很多人接機啊 一出去了那個大堂 我們就可以自己去哪裏 去買東西吃也可以 去哪裏都可以 現在就是不行的 我弄了一條通道出來 你會跟著這條通道呢 坐車這樣 那出去之後就會問你住哪一區 那個我是麻婆區的 他給我一個橙色的貼紙 我就要去一個counter 去搭專車 要不就搭的士 是比起平時 貴我想15000 因為我之前也搭過的士回家 是大概500-55 那隔壁的士呢 其實就跟平時的的士有點不同 因為平時上的那些黃色 然後現在那個是紅色的 你的座位和司機的座位 中間會有塊板 只剩下你付錢 就是下面你給卡 有一個洞 你可以把卡給他 我搭車的時候已經是8點半 去不了保健所 要不然就應該要馬上去的 即是如果你6點半前 可以到達保健所的話 就是要去了保健所 再回到你家旁邊 我聽過就是 你的行李可以丟在你的的士裡面 那個的士司機會在那裏附近等你 完了 你再上車 然後再載你回家 那那個保健所一定是家附近的那個 我去麻袍區 他就叫我去麻袍區的保健所 然後因為我那時候就是過了時間 所以他就是叫我要三天內 即到的是第一天 第二天或者第三天 自己去那個保健所 然後給了一個電話 我就叫我 第二天就打到這個電話那裏 然後就問他究竟是那邊會有專車 來我這裏樓下 載我過去 還是我自己搭的士過去 那個的士司機呢 懂英文的 如果去到這個步驟 是真的不懂韓文的人呢 就沒有問題的 然後我第二天起床 我就打電話過去 他給我的電話號碼 但是呢 他給我的電話號碼 打不到 然後我就自己搜尋 麻袍區保健所 然後我就打到那個我的負責人那裏問 然後他就是叫我要搭的士過去 但是他就叫我要搭的士過去 但是我自己搭的士過去 那裏就跟我說 你不是問我的 你呢 就打開你的app 那他就教我怎樣按 這樣按 你就會找到你自己的負責人出來的 但是那裏那裏 那裏那裏是沒有跟我說的 因為我打到保健所 那個人呢 又是不會說外語的 又是不會說韓文的人 又不知道怎麼辦 那我就再打到那個 我的負責人那裏問 然後他就是叫我要搭的士過去 但是就維持一張單 就是有個證明 但是我不知道 不知道那個證明來做什麼 就是沒有人收過那張單 那我去到的時候 又是填回你的個人資料 地址 又是同一堆東西 最主要就是做兩個測試 一個就是 心喉退役測試 真的好恐怖 他呢 就叫我要做一個心喉的退役測試 還有另外一個不知道什麼測試 就是拿一支東西 放進你的鼻孔裡 不知道怎樣 心喉是要放進你的喉嚨 對 會噁 這樣 有沒有吐到 有沒有真的有人吐到 我沒有吐到出來 但是很不舒服 很癢 那個感覺 而且不是痛的 以前看醫生不是有支東西 在弄你的舌頭的時候 那個感覺嗎 然後再伸進 然後那個鼻呢 那個鼻是 那不會流鼻血的嗎 不會 那支東西很幼的 你感覺到它是去到你這些位置 這樣 好像很幼的 Wire 這樣 但是它的頭 就是一個棉花的頭 噁 我自己本身是一個超級怕痛的人 但是我就覺得 不是痛 是不舒服 那就可以了 其實完了 是即時會看到 有沒有事的 兩天內會有sms傳給你 就完了 就可以回家 好像很自由 但是其實就是app 還有 可能cctv就會錄完 你是不是真的有follow它的規矩 之前有幾個 忘記了哪個國家的學生 留學生 那個自主隔離的時候 有幾個小時就離開了家 出去休息幾個小時 然後就那幾個小時被人發現 因為今晚 說是會有人打電話過來的 那他們就沒有聽到電話 因為他們把電話留在家 所以他們就被發現 然後呢 就被趕出境 我從來都沒有笑 好像多過兩天 還是三天不出街 是真的難的 但是沒辦法 如果你想留在這裡的話 就是要遵守它的規矩 啊 還有一件事就是 它會有個隔離包 分享一下你的隔離包 是離開的 好啊 但是我本身就以為 它的隔離包 很大個的 是這樣的 蛤 我有一次打電話去問 我問他 我是不是會收到隔離包 這樣 他只是說 會寄一些口罩 垃圾膠袋 那些給我 給你看 是有這些 飯啊 麵啊 咖哩 水果 車梨子 菜 沙律 超棒 三文魚 為什麼我會沒有的 哈哈 啊 然後呢 它這裡也有一些口罩 口罩的東西 人家超豐富 全部都是這樣的 我真的想知道 究竟我那個是什麼 兩款顏色的膠袋 要首先放進這個 這個橙色的膠袋 然後呢 我就要放進這個 白色的膠袋 裡面 要等火動大廈的 即是收垃圾 那天呢 我直接丟進去那個 垃圾車 就不可以 好像平時的 垃圾分類 有一堆東西 告訴你 教你怎樣 垃圾 每天都要量體溫 這樣的東西 然後很好笑的 是口罩兩個 不知道口罩兩個 是做什麼 然後這個就是 Hand Gel 這個是什麼來的呢 這樣 應該是紙條狀的 紙的溫度計 也是消毒東西 所以總結 如果不是泰式韓文的話 是有多少的不便 我覺得是這個整個隔離的過程 我覺得韓公社 真的一個很好的社團 如果大家還沒加入韓公社的話 請大家快點加入 在韓國生活的話 其實挺幫到手的 韓公社 這個Facebook社團 所以 以上的分享 就是 給大家 將要入境韓國的朋友 作為一個參考 現在韓國的疫情 真的很犯規復 因為之前有好一點 然後又爆離太遠的單 之後又好一點 早幾天又爆了 這個 露千世界 很多地方都 慢慢變好 但是 為什麼韓國是這麼繁複的呢 尤其是首爾 好啦 這個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能幫到大家 感謝Gina的分享 好啦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Bye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